接着要介绍的是不定值to 通常我们是要切割两个动词 但是有时候这个不定值to可以省略 省略之后就剩下原型动词 那这种语法特别是用在实义动词make have 之后 make have 实义动词顾名示意就是 强迫人做什么事情叫人家做什么事情 这个就叫实义动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大方向 第一个make have 还有late 后面to 经常省略 然后就剩下原型动词了 我们不妨看这个例子 my parents make me review lessons every night review是温习 lessons是功课 我父母亲爸爸妈妈都叫我 有点强迫的意味 温习功课 每个晚上都要温习功课 这有点强迫性 所以我们用make实义动词 第二个就是感官动词 看到 听到 watch 在观察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to 省略掉 后面加原型 不过经常会考的反而是ing 表示正在做什么事情 这是现在分词 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I saw Blom go into 或者是going into a coffee shop with a girl 我看到Blom跟一个女孩子 进入一家咖啡店里面 可能去喝咖啡 用go也可以 这表示一个事实 我看到过 但是不是现在 只是我看到过 那如果是going 就是在当场 我就看到他正在进去 咖啡店里面 所以这两个 含义上有点不同 这是一个表达事实 这个是表达正在进行的动作 但是都可以对 都可以接受 第四题 加剧下面一个例子 We heard some insects 我们听到一些昆虫 Make sharp songs 发出尖锐的声音 就是我们听到 听到过 但不是正在发出来 如果你当场就在那边 你在森林里面 你当场就听到 听到一些昆虫 正在发出尖锐的声音 在鸣叫 这个时候 就会用making 所以这两个答案 都是接受的 只是 他的解读的内容 不太一样而已 接下 接着我们继续做进阶语法的观念 第一题 May's mother May的妈妈 has her he字不要翻错了 这个he字就是这个地方 是实义动词 就是叫他 他 不是说 拥有他 这个就不合理 所以这个he字 不能翻成有 我们要翻成使得他 叫他 强迫他 做什么事情 要这样子翻译 才是正确的概念 强迫他怎样 把垃圾拿出去倒掉 英文就是take garbage out 什么时候 每天晚上 所以 这个是实义动词 人 后面拿垃圾去倒 这个他拿垃圾去倒 是主动的 所以后面我们要用圆形动词 答案就要用这个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是三人称单数动词不可以 这是过去分词被动 tog是过去式 我们已经有动词了 所以a的跟c一定错 这样会变成 这个动词的实态上配不来 已经有动词 后面就t省略掉 加圆形动词 有没有看到 11动词后面加圆形 所以答案是第4个 第二题 I heard someone 我听到有一个人 正在喊救命 我们讲哭喊救命 就是cry for help 什么时候 why是连接词 这是一个 表时间的副词指句 可是有没有主词 有没有动词 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 这就是省略掉了 为什么 主词相同的时候 会省略 它的原句是这样子 why 我 i was watching tv last night 这是他原来的句子 当我昨天晚上正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听到有一个人在喊救命 所以这个是什么动词 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 后面可以加圆形 也可以加ing 那是喊救命 如果是讲啊过去的 昨天 那现在就没有了 如果是你讲 昨天当场听到 你还听到他 救命啊救命啊 那个时候 我们就要用进行式making 所以这个要从句子的内容来判断 动词已经有了 所以a是错的 a又有一个动词 what 所以不合理 第二个也不对 what is quiet 是被哭 不可以 第三个cried 这个人喊救命 主动还被动 主动 主动 主动就不能用cried cried是比较被动 人喊救命 当然就主动 不能说人被喊救命 那就怪怪的了 所以2跟3是不合理的 那么剩下一跟4 那正确答案是第四个 原型动词 这是第二题的 你用cried也是接受 也是正确 但是不能用what is quiet what is多出来的 变成两个动词了 第三题 debora put some sugar and cream in her coffee 动词在这边 debora放一些糖 还有cream 奶油 放在哪里 片语说来了 放到in her coffee 放在她的咖啡里面 目的 这个to是表目的的 不定值to表目的 以便要使得eat 这个eat就指什么 eat要代替前面的什么咖啡 to是表目的 以便使得她的咖啡 怎样 尝起来 比较好喝 taste better 味道比较好 那 这是一个片语 好啦 我们已经有看到 这里重点在这边 空格在这里 当然往前看 重点就在这里 食欲动词 后面要加圆形 因为它有一个to 省略掉了 哪一个是圆形 a才是圆形 taste better 尝起来 当然咖啡尝起来 这个英文 是用主动的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 老师咖啡应该被尝起来 make it tasted 应该是被动 不对 我们英文 食物看起来怎样 尝起来怎样 听起来怎样 这个 都是用主动的情况 所以我们用圆形动词 这个是正确的 好 这个是正在场 不强调动作 所以不能用ing to 这个to 可以省略 to make it to taste 这个to 省略我们用圆形动词就可以了 因为 这个已经是 语法的习惯性了 使忆动词 后面就加圆形 表示主动的情况 再看第四题 医生使他 使他就是有点强迫性 这个时候就要用使忆动词 WE 借掉喝酒的坏习惯 我们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这个医生当 不是全部的医生 就是他 看他 那个疾病的那个医生 有特定 所以要用 the doctor这个医生 动词出来了 劝他使得他 英文就是用make 现在是单数加s 或者是用haze 使得他 他怎样戒掉 动作先写戒掉 使一动词后面 我们就要用圆形动词 他戒掉坏习惯是主动 所以用圆形 quid是戒掉 戒掉什么 一步一步来 戒掉喝酒的坏习惯 我们要先写坏习惯 因为戒掉的是坏习惯 喝酒的坏习惯 这有两个 这个现象 一个是喝酒 一个是坏习惯 所以我们要戒的是坏习惯 喝酒要写到后面去 好了 坏习惯有没有限定 有 这是指喝酒坏习惯 所以要加的 the bad habit 好什么坏习惯 后面再补上去 什么什么的 英文就是用off 喝酒 drinking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像这种使忆动词在做翻译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 另外有一个老师要提醒你就是我们讲抽烟的坏习惯熬夜的坏习惯这有两件事 坏习惯是一件事 熬夜是一件事 我们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先写坏习惯 然后什么坏习惯英文再用off 接到后面去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 好了 使忆动词 感官动词 那么大致上的一个方向